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老片全身,欢迎来到全身解说 继续来到苏山J8R的国际局 那有一批丹东对两批韩国剑客 这边是一个红人对警察的经典的CP 韩国人的玩家也是越来越多啊现在 而且还组团前来 有时候还会取到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结果 他们的战果还可以,但是他们选警察比较多 也有苏联的玩家 那现在这种国际的交流越来越多以后呢 我觉得以后会成为一种常态啊 说不定还会有联赛 好的,一个神龙 说不定会有这种国际间的这种联赛 那对这种老游戏来说也算是一个新鲜的调味剂 对大家来说也可以欣赏一下对方的这个水平如何,物漂亮 啊,一个重拳砸一下来,腻起来兄弟,我漂亮起飞 再来 舒服 你不起飞,谁起飞 好,看一下双方第二起 红人打大兵,红人打警察的话,警察只要龟一点,不要出漏招 那红人还是非常的难打,很难受 那刚才是压到一个起身 现在起身有三种压法,一个是中腿,一个是重腿,一个是重拳 打点不一样啊 如果说中腿的话,他的打点稍微要近一点 重腿的话比较好防啊,比较好判断 起身,一起来 走,三连,哇帅气 起拍,科学 刚才这波的亮点还是比较突出的啊 一个中腿近身 靠一下,打对方一个起身 再接一个旋风腿 没有反应过来啊,因为这种套路不太常见 这种套路比较反常规啊 所以说要打双方都不知道的那种套路 一面才大,毕竟是国际间的交流 走 向反面 对方只要一个轻腿,重腿,中腿的组合腿啊 三连提 你就不敢轻易发波 好,绕后 C进反面 那红人的波太慢 慢的话就容易被人克制 他也只能在中远距离发一发波 近距离的话一般是不太敢发 看一下这边 你看 如果说白人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他的技术战术的话就可以是另外一套体系 用波来牵制对手 那红人的话就稍微要吃亏一点 打这种行走比较快的角色 有了,有了,有了 四连 抢压 一拳 然后这个警察打的还可以的 水平还行 没有让对方有任何缓击的这种 反击的这种余地 但东西也是比较郁闷啊 这一把 好,那看一下双方的第三局 那前两局各战成一比一平 走 就破坏警察的这种行走的这条线 要封住他这条线 不能让他随意近身 不能让他随意抬腿 那对警察来说呢 他必须要克制住对手 然后拉开身位以后 进身呢 要压制住对手出烧的这种先手 完了,请慢点 挥进来 好,压起身 哇,也是一个比较反常规的操作 一般会选择下一下折 进身高抬腿的话 不太会这么玩 所以说要变化 要有不一样的套路 好,那个先手升龙 不要确认 哎,漂亮 三连软模样 一二三四五六 完美再起飞 哦,舒服 红人就是要这么玩 浪起来才是他的本质 不浪的红人是没有灵魂的 呃,大家喜欢全的解说 今天不关注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